在行走中观想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战国秦雄诸侯乱战 百家争鸣 礼崩乐坏 风出并坐 众说纷纭 让我们一起进入那个豪气冲天的年代 聆听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 见证一个又一个热泄的英雄 公元前325年 秦惠文君正式称王 张仪这个成功的策划 很好地起到了巩固秦国与韩国卫国连横的作用 张仪甚至亲自跑到卫国为相国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张仪虽然没什么品行 但还说不上是个战争贩子 至少对他的祖国魏国方向他不是 他一来到秦国 在协助夺得西河上郡之地之后 一改过去商扬公孙衍的仇位 公位的政策 归还了从河南 山西抢来的魏国的地盘 建立了秦和魏韩两国的横向联合 并且以魏韩两国拥戴秦惠文君称王 建立了战略联盟关系 从而为秦国的深化改革 发展经济和积聚力量 客观地创造了和平的外部空间 平心而论 如果不是张仪 刚刚起步腾飞的秦国 也非常有可能像前期的魏国一样 把自己初期改革发展的优势 在恶战混战当中消耗个精光 魏惠王不就是经过 邯郸 桂陵 马陵 西县等等大战役 把魏文侯时代的改革秩序全部打乱 经济家底全部打光 最终地裂兵残 假和日下 一笑大方 由此看来 选择一个正确的战略 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 真是至关重要 而且战略必须随时期变化 秦国之所以能一步一步地崛起 就是因为 他能够随时适应国际形势 改变自己的国家战略 到了公元前三二三年 张仪又约请齐国和楚国的将国 在涅桑这个地方 举行会议 涅就是口字边加个牙齿的齿 桑呢 就是桑树的桑 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江苏省的沛县 在这里举行了三方会议 会议上达成了高度一致 在会议之后发表了联合公报 向全世界宣布 三方结成三国轴心 就这样 历史著名的连横 在张仪的努力下形成了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这样的 有三个大国 秦国 齐国 楚国 其次是魏国 赵国 燕国 韩国 四个二流小国 剩下的通通归入三流小国 基本可以忽略当透明 当时的秦国 类似于一个刚刚崛起的黑社会大佬 本来呢 在边缘地区混饭吃 现在实力强了 一脚跨入中原 想在中原事务当中插一杠子 顺便收手保护费什么的 可是 中原是人家的传统地盘 对方人多势众 如果单挑吧 自己勉勉强强还能打赢 如果对方一起上 干群将 那绝对是富多胜少了 所以 秦国必须找几个能帮忙的小弟 这就是张仪所谓的连横 但问题是 秦国你想插足中原事务 本地的黑社会大佬 齐国又不干了 他仔细权衡了一下双方的实力 跟秦国单挑 应该不是对手 那干脆打群架 既然是打群架 那么人数上当然是多多益善 这就是公孙衍所倡导的合同 意思就是 中原武林停止内战 枪口一致对外 确切来说 枪口一致对准西面 既然说到了公孙衍 我们就来看看这几年 公孙衍大哥过得怎么样 自从在秦国被张仪击跑之后 他来到魏国了 下岗几年借酒交仇 好不容易 到魏国又谋了一个将军的位置 这个时候 魏国的相国就是之前我们为您说过的会师 会师和公孙衍 其实出发点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想方设法 消除其他国家对魏国造成的潜在威胁 但他们的目的不一样 会师多少还是为了魏国 公孙衍 确实为了自己 他要自己的功名利禄 出人头地 会师的意思是与楚国结盟 大树底下好乘梁啊 应该承认这是一个蛮实在的主意 魏国想避免三面受敌 这不失为一个上策 问题是 公孙衍不愿意看到现在这种局面 因为这样一来 张仪的计划不就成功了 所以他提出反对意见 另外也搞个军事联盟 以抗衡这种连衡状态 这就是合同的 一来二去 公孙衍和会师就吵起来了 吵到水火不容 终于有一天公孙衍找到魏徽王了 说要就我走 要就会师走 您老看着办 魏徽王也是个大糊涂蛋 这种事情嘛 明摆着就是一山不能融二虎 应该决断嘛 可他却说 哎呀 这个事情不大好办哪 会师毕竟是我的左膀右臂 要不这样 他当他的国相 你做你的将军 你放心啊 我一定照着你的 如果谁胆敢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话 我一定直接办了他 如何 这种话说出来 就知道魏徽王多么没水平 这是小媳妇说的话 而不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君主说的 公孙衍听了 那叫一个郁闷 看起来在魏国 自己也有点伸展不开了 怎么办呢 就在郁闷得不得了的时候 有一个人来了 这个人就是之前为您提到的陈整 其实魏国想和楚国联盟这事呢 楚王是抱怀疑态度的 而陈整是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点 为什么陈整这么清楚楚王的态度呢 因为陈整刚刚从楚国回来 原本她是被张仪逼着离开了秦国嘛 离开秦国以后 她是投奔楚国的 但是正如陈整当年对秦桧文君说的一样 自己老是给楚国通风报信 是一个容易被勾搭的二媳妇 所以这一趟到了楚国 楚王还真没把他当回事 居然又把他派回了秦国 民意上倒是堂而皇之 说陈整是楚国驻秦外交大使 但是这个世界上 谁都不会比谁傻多少的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楚王并不待见陈整 陈整这么一回去 肯定受白眼嘛 一肚子委屈没处发泄 陈整只能硬着头皮 又回秦国去了 路上经过了魏国 听说自己的旧同事公孙岩 在魏国好像混得也不太得意 于是上门拜访 喝个小酒发发牢骚 一个人不得知 那叫郁闷 两个人不得知 凑在一起 那说不定就叫火花呀 这两位碰在一起喝喝小酒 就搞出一个成功的策划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咱们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 谢陶有声历史剧 三国到明清 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级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 三国到明清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 都能找到 同时我们组建了新节目专辑的VIP社群 在群里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手动添加文史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拼 W-E-N-S-H-I 后面再加303 加了以后他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 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